愿人多诸祢的名为圣,愿祢的国将领,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没有念完一个力量降到这两个姐妹的身上。 这个两个姐妹就好像花狂的一样,刀拿起来就捅他老爸了,真的后来那老爸就被送到医院去了,我们一个姐妹在那边实习啊,看到那一幕,哎呀真的很多很多兔啊,那个被插的实在是很不像样。 所以人虽然知道做好,但是有一个空中属灵的恶魔真的会影响人的,你看我们看来狄克州有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大概十九岁吧,到幼稚园去拿枪到处乱扫射 你看那个小朋友,那个真的是天真无邪可爱 那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这么样的心,这么样的残忍呢? 那所以我们知道做好,没有耶稣做不出来的。 所以第二章的第四节就这样讲, 我们所说说,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祂爱我们的大爱。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万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所以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呢,好像从死里活过来一样啦。 我们有力量可以做对的事情啦。 尤其神会给我们圣灵有力量哦。 真的可以改变人的心啊。 真的耶,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 诸位不晓得没有孩子在家里面哦。 有时候你会发觉到,在这个时代教小孩子真的是不容易啊。 我妹妹有一个小朋友啊。 她大概到大学的时候才得到圣灵。 她说,圣灵就是神的灵啦。 她说,得到圣灵之后呢,我妹妹跟我说,她的孩子第一个改变,她看到了。 她说以前呢,我说儿啊,她说儿啊,跟我一起去逛街吧。 她说,这个我不喜欢,男生怎么可以跟妈妈逛街呢。 这个得到圣灵心软啦,妈妈就主动要陪妈妈去逛街。 这个孩子自己见证啦。 她以前很少掉眼泪。 无论看到什么样,人家多悲惨,她都觉得心很硬,很冷。 奇怪,到圣灵之后,读圣经会掉眼泪啊。 听到人家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她会掉眼泪啊。 真的很奇妙耶。 实际上讲,神会给人一个新的心,因为有个新的灵,会临到人身上,给你一个新的心啊。 所以主委,真的耶稣基督本身,会给你的人生带来更大的意义。 没有错,没有耶稣你也可以过去爱。 你可以活得很有尊严。 但是有耶稣之后,你会知道这个道理多么好。 这个就是人生一个,如果人生真的有一本字典, 它提供意义,这个就是那一本最好的字典啊。 而且你真的更有生命力把认为对的事情,更有意义的事情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耶稣给你更大,在人生有更大的意义。 我们觉得主耶稣啊,如果你相信啊,祂也对死亡带来一个意义啊。 这个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啊,没有宗教,其实死就是一切意义的结束啊。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2章20节。 路加福音12章20节。 所以耶稣在这边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财主啊,祂填厂丰富啊。 祂很有智慧,祂把祂的东西统统存得妥妥当当的。 所以祂对自己的灵魂这样讲。 灵魂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啊,可以做多年的汇用啊。 祂有个安安逸厂与吃饿快乐啦,什么都没问题啦,有钱什么都解决啦。 但是有一个声音跟祂讲,20节。 12章20节。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今月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死一来,人生所有的,你要归谁呢? 作为朋友,如果等一下有一个声音从天上下来跟我们讲同样的话, 等一下就要你的灵魂。 我们又没有耶稣基督不想要到哪里去啊? 那难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那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人为什么要白白的来人生走这一招呢? 真的呢,有时候你不晓得这个,可是这个,这个圣经什么时候跟我们说你不知道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举开高中班学龄会 我这样一眼看下去啊 我们当中啊实在不到18岁了,有的人已经刚刚做完kymo 感谢主,他现在完全找不到癌细胞啦 有的小朋友刚刚从医院出来 不曉得怎么回事吗,妹妹突然发觉到这个姐姐怎么醒不过来了,叫不起来了 所以我们这一班的孩子他们也知道不是死亡,不是对老人的这个时代,其实人很脆弱,这个死怎么说来,人真的不知道呢 如果耶稣基督不存在,什么叫做死,死我往哪里去 如果这道真的没有答案,不晓得死,死是什么意义啊 你问孔父子说,什么叫做死 孔父子说,我不知道生,我怎么知道死呢 可是我们不知道死,你怎么生呢,你不知道终点,你起点怎么跑呢 你的人生会不会像天主鼠一样,一直绕,一直绕,绕不出一个圈圈出来呢 没有耶稣真的,不晓得什么叫做死啊 胡思思先生这样讲 他说,死一个人跟死一只猫是一样的啦 猫是一口气啦 人活着也是一口气啦 那这个气没有了,猫跟人是一样的 所以有的教学家说,哎呀,生跟死都没有救药啦 我们就享受中间这一段就好了 这是中文所说的,有花堪则则悉则,末代无花空则则 哎呀,管他生跟死,只要享受今生就好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啊 你会发现到死亡一来哦,所谓的意义,价值,关系,爱,恨,什么都没有啦 实际上讲,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统统消失啦 日光之下一切的事情,他们永不再有份啦 因为在阴间没有磨算,没有智慧,没有知识 那你会发现到这样子,如果死亡突然来了,意义就结束啦 活着跟动物没有两样 那个宾拉登啊,跟mother teresa没有两样 因为死什么都不见了,什么都意义都没有了,你做的什么也都没有了,好的坏的通通没有了 可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啊,祂把死的意义带给我们 祂说其实死不是一切的结束 其实有耶稣死就是一个生的开始 实际上这样讲,耶稣这样讲,实际上这样讲 神爱四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人信祂不是灭亡缓得永生啊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到58节 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到58节 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到58节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独钩在哪里?56节 死的独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王57节 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58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勿要坚定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请读 诸位,如果你有耶稣,你信耶稣 主耶稣已经战胜死权 主耶稣已经战胜罪恶 把罪的独钩就是死,把祂除了 也就是说我们信祂真的不死就可以永远活在祂的怀里面 所以死就是一种休息 死就是一种福气 死就是等候领这个奖赏的时候 因为这边说,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是不突然的 我们为主耶稣所做的工作,它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所以主耶稣啊,把那个死亡的门打开啊,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死啊 我们可以了解死的秘密,知道死只不过是个幻影 其实信了他,就没有这个幻影了 他已经罚出罪的毒钩了 他已经让神跟人和好了 他要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 那里是没有哀哭,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败坏的事情了 所以真的,你会知道,有这样的了解,会知道 有的人真的宁愿选择死呢 至少不怕死,你了解死亡的意义,你不怕死 我一直很难忘记一个人,他是皇后教会的信徒 他的名字叫Bessel Bessel得到很严重的病 但是他没有停止过聚会 有一次啊,我在会讨问他 Bessel,你会害怕吗 他说,兄弟,只是搬个家而已,害怕什么 我真的感谢主呢 因为他有对死了解,他有一个永生的盼望 他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 所以他不怕死了 感谢主,他现在已经安息了 洗了世上的重担 其实真的,有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死 有时候神也会给我们安慰呢 我祖母过世的时候 我弟弟的女儿问主耶稣,祷告的时候问主耶稣 她说,耶稣啊,那个太祖母好不好啊 神给她看印象呢 我的祖母在她的这个眼前就出现了 一个很平安,很微笑的,快乐的一个形象出现在她眼前呢 有耶稣真的有安慰呢 有耶稣真的死就是一个好的归宿 耶稣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乞丐叫纳撒路 他死了 天使来接他的灵魂啊 真的有一个好的归宿啊 他在亚伯南的怀里好得无比啊 在太平洋教会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方伯母嘛 她在走的那一刻 她的先生坐在她的床前 神在她的梦里给她看一个异象 看到两个天兵天使啊 好像穿着海军的制服白色的 她这样子从天上下来啊 然后下来呢 就请她的太太起来 跟她转个圈好像跳个舞一样 然后接回去了 这个先生好安慰耶 看起来发现到太太已经没有气息了 有耶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死 他给我们一个新的意义 主位 真的有主耶稣啊 带给你人生更大的意义 这个存在是有意义的 生命是更有意义的 死本身有一个更好的意义 好盼望你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你真的有办法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这个唱诗 311首